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共白首 第71-72章 今夏遭姐妹背叛,三朝回门李一丸 今夏雷声护夫君,曾月发疯伤陆毅 家里堵满了各种小姐妹 个个都跟春日的花一样 她有种不好的预感 陆毅让人将回门李抬进来 除了必要的礼数 还有许多额外陪赠 三姑六婆 左邻右舍,还有那些如同春日花朵般的小姐妹 立刻热闹起来 哎呀,好精神的小伙 今夏好福气啊 出手好阔绰,真是让人羡慕 袁今夏真担心陆毅面对这些个三姑六婆 一个没控制住,全都拉到赵玉里去 结果,今夏发现自己想多了 他家大人,不仅没有一点不耐烦 好像还有任有余 陆毅出身百年陆家 但不是娇生惯养 他温和地朝他们点点头 隔壁姑娘的娘亲一下就捂住心口 痛恨自己,失了个好女婿 这是什么顶级男人 好看的脸 袁今夏 这时候袁今夏才注意到陆毅今日穿的衣服 简直就是招风引蝶 这件衣服,他眼熟啊 不就是那时候去倭寇村 陆毅用银子做暗器时穿的那件衣服吗 这败家的人,白花花的银子就当了暗器 不对 关注点跑偏了 刚刚在说他拈花惹草 他家大人身着世数金服直夺袍衫 搭配极光红绸缎直夺上秀复古金如意图纹印花 外着桂红青纱外袍 侧有金线祥云纹刺绣 最外面还搭配着极光红高领长袖 这套服装色彩,图案鲜亮温和 除了帅气,还带着些喜气 哼,真是够帅气的那袁今夏撇撇嘴 他家大人完全征服了这些三姑六婆 若是改日京中票选最佳女婿 他定能荣灯榜首 瞧瞧这些三姑六婆的笑 简直慈祥到不可思议 怕是看着陆毅这张脸 连当初陛下次婚时 他们那酸溜溜的心境都改了吧 袁今夏委屈巴巴 他住这儿这么久了 也没见他们这么殷勤啊 而且还有些小孩骂他是野种 今日那小孩的姐姐 看他都没了以往的嫌弃 这也就算了 毕竟大人受欢迎我骄傲 袁今夏自我安慰 可是三姑六婆还将他拉到屋里 今夏你觉得我们家姑娘怎么样啊 各位姐姐妹妹才貌双全 提亲的门槛都要被踏破了吧 袁袁今夏下意识回着 是吧 我也觉着 手脚勤快 体贴贤惠 他们一脸殷勤 袁今夏不好的预感强烈了 果不其然 对方开口了 你如今已是陆家主母 肯定要想办法开枝散叶吧 袁今夏 这才刚成亲 这才第三日就催上了 这有点太快了吧 大人都不急 他们急什么 今夏呀 这高门大户向来都是三妻四妾的 若是将来陆大人有什么想法 你可别忘了 咱们自家人啊 我家姑娘可是我的掌上明珠 若是她有幸进陆家的门 定然能够伺候好你跟陆大人的 袁今夏明白了 感情心里还不好受着呢 还酸着呢 还想让自家女儿嫁给他家大人 大人不会耐切的 袁今夏信誓旦旦 三姑六婆还想说什么 但看袁今夏脸色严肃 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只是暗暗摇了摇头 他们觉得袁今夏信极了陆毅 虽然心里酸 但还是希望以后她不会失望才好 男人有钱有权 怎么可能只干预一人呢 更何况陆毅不是一般的有钱有权 他们换了个话题 今夏我们家姑娘年岁也合适了 就是不与陆家 也可以与其他 你攀上高枝了 可得帮忙看看 以前啊 觉着嫁你们不快 和他们仅依未不好 现在乔乔也还不错 好 袁今夏对这道不抗拒 他们虽然都是在小胡同里长大的 但都是好姑娘 若是能成姻缘也是好事 袁今夏出了屋 桃花开得更盛 想必再过不久就可以接桃子了 陆毅坐在院子中央 与她娘说着话 小姐姐们眼尾都在扫着陆毅 袁今夏 她刚才不都拒绝了吗 他们怎么眼睛还往她家大人身上凑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那些姐姐妹妹们 不都是她的相好吗 平日里个个都围在她身边 今日都是她主动和他们打招呼 袁今夏突然间觉得 她的相好们 看着她的夫君 宛若狼群看着盆里的肉 这一出回门 陆毅给足了袁家面子 可袁今夏离开时 却是气鼓鼓的 陆毅歪头看她 夫人这是怎么了 方才屋里那么多小姐姐 你瞧着哪个最顺眼 你 袁今夏 算了算了 想从陆毅嘴里听到点别的 好像也挺难的 三朝回门 这成亲的礼仪 才算是走完了 日后 袁今夏可就是陆家的人了 就像之前淳于启说着那样 她以后就算死了 埋的也是陆家的祖坟 她的牌位上写着的是陆元氏 马车并非朝陆府走去 而是他们两个熟悉的地方 袁今夏第一次来到 这是陆毅带她来见蓝青玄 如今再来做什么 她心中隐隐有了猜测 旁边的小屋放了三块牌位 她的祖父夏妍 父亲夏长青夏鹏 以及母亲林赫 今夏 陆毅知道 她的妻子不仅仅是原家的女儿 也是夏家的女儿 目前 她不能让她光明正大的祭祖 但这一份心意 袁今夏已经感受到了 回家路上 袁今夏依偎在陆毅怀里 她家大人总是能猜到 她在想什么 她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 婚嫁半个月 二人如今闲着呢 袁今夏本想着 趁现在有时间 早早将陆家后面的事打理清楚 晚上回去 还不等她说什么 账房便送来了新婚的礼单 袁今夏进到库房 看到了谢霄送来的礼物 她趁人不备 拿走了上面的信 又看到了 妻夫人与南宫锦叔送来的贺礼 陆毅不是没有瞧见 只是觉得南宫锦叔 虽然比谢霄洒脱 但也好不了哪里去 至于贺礼 想必是单单送给袁今夏的 刘伯可太没有颜色了 居然当着他们二人的面 交出了南宫锦叔的信 袁今夏手慢 反应过来时 陆毅已经收下了 其实南宫锦叔信里 也没写什么 只是祝贺他们 二人百年好合 白头偕老而已 那些礼物 确实是刚刚送给袁今夏一人的 说是为他添装 无独有偶 谢霄亦是如此 只不过他这个人很别扭 信很长 前几章写了他与袁今夏两个人小时候的事 后几章又写了他嫁给陆毅 简直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最后又说他送的新婚贺礼 也是单单送给袁今夏的 那是他的嫁妆 让他自己看好了 不能便宜了陆毅 谢霄知道他写的这封信 袁今夏有很大可能会与陆毅一起看 所以从头到尾提到他的笔墨很少 也不是什么好话 就像是在故意气他一般 陆毅看笑了 那皱起的眉 似乎在像远在千里之外的谢霄 诉说着自己的胜利 看来夫人很受人喜欢 就算成了亲 也断不了男子对夫人的私慕 陆毅吃醋了 好浓的一股醋味 那是 先前我就说过 我人见人爱 袁今夏故意气他 谁让他昨天晚上说自己舍不得曾越来着 就算是句玩笑话他也当真了 晚上 两个人在房间里个忙个的 陆毅依旧查看着北政府司的卷宗 三年 时间不短啊 想要在短时间内摸清楚 南北政府司盘根错节的事里 不是小事 他虽观至今仅一位牵势 可南政府司也有一位牵势 虽与他同级 权力却要大过于他 而且他们上头还有两位锦衣卫同志 他也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 袁今夏则是在查看夏家的案子 看着看着他就想到了 之前他们在扬州官船上看到的生辰纲 袁今夏脑海中有个念头一闪而过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陆毅长了灯 原本还好好的天气突然就刮起了风 没过多久竟然下起了小雨 大人 落雨了 咱们早些歇着吧 袁今夏对夏雨天的感情很复杂 如果夏雨这一日没有案子 那他就要一觉睡到第二日午时 听着稀稀利利的雨声 睡得格外香 若是有案子那就惨了 就算被临城落汤鸡也要坚守阵地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贼人 好 陆毅拉着袁今夏走向床榻 二人才脱了衣裳便有人来敲响房门 夫人 奴婢有要事禀报 听声音是岑鱼 只是这么晚了究竟是什么要事 袁今夏不得不起身 陆毅看着一旁空旷的位置 也睡不下去 何事 陆毅不满 岑鱼知道他有可能打扰他们夫妻二人的好事了 但是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只见他一进门便跪在地上 求陆毅给岑月一条生路 听着这没头没脑的话 袁今夏很是疑惑 陆毅今日一整天都与他省影不离 岑福也一直都不在他们身边 陆毅没有吩咐任何人做任何一件事 怎么又和岑月扯上关系了 岑月吞吞吐吐吐地说了 原来岑月在他们大婚那日吞金自杀 幸而被发现得及时 如今已无大碍 可是大夫也只是将他吞的那枚金子取出来 之后不再进行任何救治 就连药也不曾开了 陈毅说他知道陈月这一次做得很过分 但他是陈月的亲姐姐 他实在忍不住 陈月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死在庄子上 这才冒雨来求救 他说他明白原金夏的顾虑 还说只要陈月能活着 他愿意代替妹妹受过 之后就费了他们的功夫 永远关在庄子上 他亲自看着陈月 若下一次还有什么事 他们自行了断 只求原金夏和陆一给个机会 人命大过天 先去找大夫 就算绑也要把大夫绑过去 银子不是问题 人只要能活着就好 明日一早 我和大人去庄子上看看 原金夏当机立断 曾于得到原金夏的许可 趁着夜色火急火燎跑出去 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了 大人 陈月前两日就出事了 你这几日可没与我说过 原金夏搂着陆一的腰 二人紧紧抱着 没必要 陆一表情很平淡 他之前警告过陈月 更何况这一次是他自杀 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既然陈月向原金夏编排 说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那他就应该知道 他最是无情 轰隆隆 这一阵雷声 原金夏下意识捂住了陆一的耳朵 将他往自己身旁带 他记得他怕打雷 一直都记得 大人 别怕 我在呢 原金夏像安慰陆八岁一样 安慰陆一 让他的脑袋靠在自己怀里 他轻轻地拍着他的背 就像多年前的那个雨夜 陆一原本不害怕 但看在原金夏这么努力哄他的份上 也不是不能装一装 只是这个姿势有点别扭 明明他离他的心脏那么近 但看在他轻声哄他的份上 他对他竟然生不出半点疑你的心思 半夜雨就停了 陆一睁眼下床开窗 再盖好被子搂着原金夏入睡 一气呵成 他在想 今后的日子里 每每午夜醒来 能感觉到原金夏就睡在他身边 每个清晨都能看到他熟睡的容颜 日后每一个案子都能与他一起商量 每件事都能与他一同谋划 真的很幸福 原金夏与陆一第二日 确实出现在了庄子上 曾于万分感激 他就知道 只有夫人能够劝动公子 他就知道 夫人的心肠是最软的 当然 他会信守承诺 会留在庄子上 亲自看管陈月 再不让他做错任何一件事 奈何陈月实在太疯狂了 他也在赌 赌原金夏的善良 赌他会带着陆一来 果然 他赌对了 二人就要离去 陈月突然就像发了疯一般 只见他拿着一把匕首 用尽全力刺向陆一 陆一很快就反应过来 他怕对方伤到原金夏 而原金夏一看他的目标是陆一 不管不顾 将他推到一边 曾于动作也很快 几乎在同一时间 便用尽全身力气 将他踹到一边 他之前说过 只给曾月最后一次机会 他只会为他求一次情 这一次过后 神仙都就不了他 与此同时 原金夏将陆一护在身后 从后腰掏出手冲 在指尖打一个圈